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 有關這個函數的圖形 下列何者的錯誤 這是一個標準的三字函數 它是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 那首先它說fx在x等於1 有水平切線 那我就給它一次微分吧 我們再看等於1那邊的話 是不是有那個極值 微分的話是-3x乒乓 減掉多少呢 減掉這個6x 再加9 再加9我看等於0 等於0的話有沒有x等於1這個根 那我現在我給它除以-3 就x乒乓加2x 那-3等於0 這個因式分解以後 這是x加3 x-1等於0 所以有個根 x等於1 這可能極大可能極小 那一看的話呢 這個是一個三字函數 是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話呢 x如果比較小的話呢 它就是極小 比較大的話它就是極大 那我們看喔 它有兩個根嘛 這個根是1 這個根的話 -3 所以這個位置的話 是等於-3的位置 這是1的位置 所以這是極大 它有一個水平切線 水平切線 所以這個是對的 它要你選錯的 所以這個就不要選 好 那fx-1它有極大值 因為它剛好有兩個根嘛 等於0 就是極子有兩個地方 極子有兩個地方 一定是一個是大的 一個極大一個極小 所以它有極大一定是對的 而且在哪裡呢 是在1這個地方 這有極大 好 它說沒有極小就錯了 有極小 極小在什麼 在-3這個地方 有緩區點這個對 你兩字位分 立他等於0 有- 再給它1 位置分吧 我們來看看它的這個 緩區點在哪裡 再一次位分的話 就是-6 x-6 0 立他等於0 就是緩區點的位置 所以x等於1 等於-1 剛好在中間 等於這個-1的 實際上也不是在中間 這1 應該是在中間 沒錯 1加上-3 出於2 剛好是2分之號 2分之-2 等於-1 這個一定會在中間 為什麼 因為三次函數 它是一個什麼呢 中心對稱圖形 中心對稱圖形 它兩個那個極子 一定會對稱你它的什麼呢 它的緩區點 所以它有緩區點是沒有錯的 這是對的 那它要你選錯誤的 選錯誤的就是選C 所以這題答案應該要選C 2 2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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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